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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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一样来自四面八方 告别小城故乡 挤在都市边上 没有灯火辉煌 这里拥挤空挡 只有属于自己的那张床 每辆上下扮演徒的公交车煞 多少双无助的眼神四处张望 每个扛着行李箱的柔弱肩膀 多少个疲惫的灵魂堵在路上 为了一紧幻想我们开始闯荡 为了水和阳光我们学会品墙 为了实现梦想我们以往过往 为了融入他乡我们把乡隐藏 一扇扇门在我面前陆续关上 我还在寻找被我敞开的那扇窗 一个个人在我面前步入北墙 我仍在等待属于我的小八方 窗前明月光 照亮我日子年的家乡 一时一上双 画出我心里故乡的模样 巨头望明月 那是我爹娘牵挂的目光 低头似故乡 家人在的地方 才是故乡 初小子 年三水讲究个团圆呢 咱爷俩尽管互不搭 但是至少咱们能团圆呢 是吧 一会儿呢我露两手 咱们弄几个好的菜 好好喝上来说 成功 走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找谁呀 我找你个鼻子 可谁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根本东西 你根本东西 爹爹爹爹 爹爹爹爹爹 爹爹爹爹爹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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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这小兔崽子 大棍娘 你这也不回家人上瘾了你 这大棍娘 大棍娘 是你就没有能变能变 没有能变能变 你在外头回 你那个德行 你还能回出个傻羞腰呢 你一个哥们东西 一个小兔崽子 你个念种 脑子的话你就是不听 你看老子今天不好我收 收拾你 你个哥们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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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想你啥呢 也真都想 你电话也还说 你没没跟老娘姐丢人 还是这个抹去你系的样子 会啥呢 会啥呢 回家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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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我要 好 老婆 我明天就出去找房子 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到时候啊 就不要再去上班了 安安心心地在家里面养胎 对 好不好 我能养得起你 我也能养得起这孩子 对不起 我之前不坚定 还犹豫 全都是我不好 我现在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老婆 我要这个孩子 而且我还要娶你 我要跟你一块去抚养这个孩子 长大成人 我要给你那想要的 最幸福的生活 生意 f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说了 别说了 爹 你看 这儿有背景城 我明天带你干故宫 天闷 我带你管个遍 站在这儿都看见了 回去了 在这儿也耽误你了工作 老 你真的不愿意回家 不愿意 我会能干啥呀 敢啥不肿 爹对你年某啥过高的要求 你回家跟爹一块种地 开火城 娶个媳妇 省个汉 喊淡湿湿的过日子 爹 来 我选这些我 我 我也别来 为我自己 我想看看 在北京城 我到京城能不能 堂堂正正来占用 你说了这些 你说了这些 俺不动 俺就知道 俺还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了 我要这孩子 我想要你们孩子 这几天 我一想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人将不叫我叫爸爸 怪你叫妈妈 我心里我就乐开花了 我买了所有的东西 语音手册 孩子的衣服 可是现在呢 我每天脑子里都在想 我在跟你打算孩子的未来 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起 是我没有想好 我不敢做 一定很疼 我去不要 我也很疼 很疼 爹 那路上慢点 你给他酿稳号 整 不 包 你使勿好了 真不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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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你啊 我爹走着 你这是因为我爹不疼我 从小时候甲的孩子多 多一个烧一个我走给你 今天我的明白 我爹心理诱啊 伟大的父爱啊 算了吧 走 带你去参加派对 走吧 我这上 上门了 没输的 算 我这 咱 咱下 都不上门 跟上去不要磨 不要磨 游户 啥游户 别管那么多了 各时马耳潮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我不是磨捕 忘了 我还记得尽管 不要磨捕 在那儿 干嘛 美女 还有一个 我还齐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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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陈海山董事长 对了对了 我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海山董事长 和他的小三 没听是我的妻子 挺没你见的 对啊 你要不要走啊 你要不要走啊 没事没事啊 刚才是热场 大家嗨起来吧 吵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要么你就让他搬走 要么就我走 好 妈 丽娜 我现在呀 和你戴叔叔在一起呢 晚点再给你打电话 啊 戴叔叔 你上次不是说张叔叔吗 好 好吧 祝您幸福 我比孤儿还孤儿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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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假的 你几点了 十点 十点 看 看眼神 看上春天玩会儿 第二天的时间 我 我在你家睡了一宿 喝酒还要我 你要再来晚点 不要的是我 你又咋了 不高兴啊 因为你爹 我啥能帮你了 你帮不了我 谁都帮不了我 我自己都帮不了我自己啊 我 皆能帮你了 我初初间在网上开了个店 准备出售 自己省育了时间 利用自己的时间 帮助别人 真嘞 你 多少张 你也太不想话了 大过年呢 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不闹 那也就算了 怎么 居然还弄个小宝安回家睡觉 先你找个小姑娘当老婆 就不行我老个小宝安来睡觉吗 莉娜 这些年 我对你的照顾是少了点 可能做的我全都做了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不如 去过你自己想过的日子 你想赶我走 这是你的家 没人会赶紧走 只不过 我想让你换个环境 冷静一下 不要再和我针锋相对了 弄得咱们的关系 越能越糟糕 你不如说 没我存在 你们混安生 东西都带齐了吧 你看 今天咱们要去好多家 父母两边的呢 你要吃很多顿饭 你是新女婿回来 哪家不去都不好 小的时候啊 不许跟着我妈去走亲戚传朋友 但不是拜年 是借钱的 我是亲眼看见 我妈是咱们第三孝寺的求人 我到现在心里都还记着 她那时候的表情 那时候我就发誓 我赵荣生一定要出人到底 可是 陆军 你能不多想吗 她们不会问东文西的 咱们只是去拜给您 我倒希望她们问我点什么 这我心里当中踏实点的 那我到你家三四天了吗 你爸 你妈还有你弟弟 什么都不问我 我这心里头就跟鸭管石头似的 那我清楚啊 你说哪个当弟妈的 不希望自己女儿嫁一个 体面点的 是吧 我们家呢 就希望我嫁一个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不希望我嫁一个什么体面的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了 因为你有一个这么健康温暖的家庭 走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成 Baş 京儿 要不咱还是荒荣春的单金主 如果你在这儿没人照顾你 我真的是不放心 没事 我好多了 真的 对不起 杨阳 都是因为我 我让你打了退堂壶 让你没有了勇气 我要是能 能再做一点本事的话 就不会让你受这个罪了 一帆 今天这样 很多事情不能怪你 也是我自己 也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到底想要什么 没有 是 说不好 说不好 你帮帮我 帮帮我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了吗 帮一个女孩结束她的生命 绝望天使 害怕了 想报警吗 那交易取消吧 等等 我是有点害怕了 咱们能通个电话吗 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 就已经连一条 我希望你能帮你来 帮助你帮忙 那我没有帮忙 放心 不是让你去杀人 是想让你帮助 一个想要自杀的女孩 完成她的心愿 你这是死亡订单 这我 我恐 如果行 就二十万 不行就再见 你等会儿 什么地方 三天之后 这么红领的 我接了 二十万 什么订单啊 你这么紧张 死亡订单 你看对方说 一个女孩想要自杀 希望我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不会是恶作剧吧 她约我三天之后 在北京的凤凰岭见面 开价 二十万 二十万 听着更像是开玩笑了 容胜 我知道你在这儿 待着心里压力大 你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是有压力 但是我特别愿意陪着咱爸咱妈 可是吧 我觉得这事我应该去一趟 它毕竟是命关天啊 嗯 那咱们明天就走 别啊 你在这儿踏踏实实地陪老人 也算是休息休息 这店里的事吧 我来 那好吧 事必宜迟 你明天就走 嗯 嗯 原来 我来 他最近心情不是特别好 你当开玩笑吧 这不是一个玩笑 你就是绝望天使吧 你怎么知道的 直觉 因为我从你眼睛里看到了绝望 你能帮我吗 自己不敢对自己下手啊 这根本就不重要 你已经接了我订单了 我也写好遗书 所有人都知道 根本就不是你把我杀了 你只要轻轻把我推一下 可以啊 谢谢 先别急着谢 对于你来讲 只是轻轻推一下而已 那对于我来讲呢 那就杀一个人 我得需要足够的时间 来做好心理准备 多久啊 三个月吧 三个月 我需要充分的时间 来把你当成一只见怪不怪的苍蝇 或者是蚊子 没有人会对一只苍蝇或者蚊子 的死亡而感到内疚和害怕吧 还有 我 我想没有人 会再接你这单生意了 你考虑一下 好 就三个月 你哪看着你啊 谢谢 好 好 我们呢 你去哪儿 继续找工作 那这个月的房租 剩下的呢 你就当生活费吧 困难总会过去的 我不能拿你的钱养后自己 你以前不也是 把你挣的钱都给我吗 那不一样 我是男人 你以前给过我的 我现在有能力给你也是一样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 我不想欠你太多 我怎么听着想还债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心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心了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这么做 能安心一些 也算是一种减压 你不用担心工作 就算你事业在久 我也有能力要问你 我还是赶快找一工作吧 要不然的话 我非把自己扫子都做 行 我给你拨 行了 我给你拨 行 我给你拨 小悠儿 别太累了 晚上回来我给你做个汤 行 可以 你赶快点 找你 那我来 快去走 你赶快去走 我去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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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рет 操 Emel 已经接触六十三天了 可是我还是无法 让她完全地走出毅力状态 你看啊 你跟她已经相处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面 她肯定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这种依赖呢 就叫做牵挂 有一句话说得好吗 人要想死就顺便她无牵无挂 亲爱的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们这一单是要协助陈琳娜自杀 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 借过的最贵的一个订单吧 二十万 但是会因为违约一分钱都拿不成 一个生命的欣欣向荣 可以口袋里的钱繁荣昌盛 有意义的多 我又感觉到我自己像个上帝了 可是时间仅任务重啊 亲爱的 你看 那你看看 这个据书上的描述 他有自杀的倾向的话 他至少是中轻度抑郁症 得经常开导他 那病人呢 往往会出现自杀的念头 必须留人陪伴 如抑郁状态突然明显好转时 更应紧密观察 警惕病人自杀 借了 昨天我见着他的车他哭了 不是我怎么那么大意啊 他是不是会出成这儿啊 És �coop 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我不知道 不让我去她爸爸公司看一看 来个 我走了啊 你把早餐带上啊 我不用了 你咋来了 不是 早餐 那个 陈人大住在哪儿 你不是你过年的时候在她家住的吗 赵瓦不能在这儿说 他住哪儿 带我过去 我上次去她家坐她车 我也挤不清了 那赵瓦山在哪儿呢 你带我去找她一下 都是让人家再说见就见了 不是 你赶紧的 我回陈人大出事了 你 赵瓦你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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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跟您谈一谈 我们公司的保安都是吃干饭的 叫保安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保证的不是坏人 对不起 董事长 我必须得跟您谈一谈 是关于您女儿的事情 你得做外周血腔检查和臂超 不用了吧 大夫 我就是觉得 一直吃的这个止疼药不太管用了 您就再给我开一点 效力比较强的止疼药就行 你现在的疼痛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神经性疼痛了 应该找到病原 再说了 效力再强的止疼片 强烤痛 就是麻醉药品了 必须经过检查确诊之后才能开 那好吧 董事长 你女儿现在真的很危险 您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必须马上找到她 你是什么人 和我女儿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 她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你是干什么的 什么时候认识力的 我认识 您女儿不到一个月 我在网上开了一个网店 她是我的客户 董事长 您现在多耽误一分钟 你女儿的安全就多一份威胁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你这种骗的我见得多了 你必须相信我 这其中的缘由我不方便跟你说 因为我跟陈琳娜之间有秘密协议 总之我真的是很担心你女儿 我看你是想占她点什么便宜吧 我告诉你 别做梦 我女儿傻 我可不傻 我只是担心你女儿的安全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必须尊重我 你们两个认识才一个月 你凭什么说我女儿的安全有问题 我看她和你这种在一起 安全才会有问题 离我女儿远点 马上送到这儿 滚 要了解一个人靠的是时间吗 有的人认识几天就可以糊涂心事 有的人认识一辈子是像是陌生人 那时间从来都不是衡连两个人的标准 就比方说你 你真正了解你的女儿吗 她最喜欢什么 她最不喜欢什么 她什么时候开心 她什么时候不开心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给她点钱 让她买这个买那个 就要了解啊 你以为你默示她的感受 你和她之间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吗 你以为雪浓雨水 她就可以安然地接受你 和你现在的小老婆吗 妇女关系处理成这样 我要是你 我不会说我了解 我更不敢说 她现在会不会出事 丽娜跟你说什么 你信不信我不重要 但请你现在 马上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看她是否安然无恙 没见啊 丽娜在吗 丽娜昨天晚上又喝多了 到现在房门反锁着 怎么都敲不开 你的血液检查结果有两个 一个是你怀孕了 真的 怪不得呢 我最近老是头晕恶心 您能给我看一下吗 自信 这就是我的孩子 他好小啊 早运气还是个芋囊 从芋囊大小来看 这孩子有八周加三天了 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要送妈妈了 大夫 我丈夫要是知道的这件事 一定特别开心 但根据你现在的情况 这个孩子 恐怕不能一样 你要了 为什么 你的检查结果现在是 你同时还患有 急性立细胞性白血病 俗称 血癌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大夫 你现在出现的疼痛 眩晕 呕吐 都不是因为怀孕 大夫 你看清楚了吗 是不是单子拿错了 要不我再多做几项检查 我刚才给你做的这几项 血液检查 结果已经确诊了 你这种情况在医学上 叫认沉期合并急性白血病 而且它是急性立细胞发展 最为迅速的一种白血病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肯定是有出气疯了 你们抄什么呀 我好不容易要睡着了 你为什么这电话 丢 你们赶紧出去吧 我要睡觉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看看 一天到晚 你这过得叫什么日子 晚上不睡 白天不齐 我看你简直就像个鬼 你不就希望我像个鬼一样消失吗 这样你就趁心了 这样你就如意了吗 你说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都上哪去了 一天到晚那不正夜 不是喝得晕晕乎乎 就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现在好 又冒出这么个玩意来 到我办公室去胡闹 信你找个小老婆 就不信我找个小流氓吗 你说 你一个姑娘家 还有没有点廉耻 没有 折磨你爹 你心里舒坦是吗 舒坦 舒坦极了 陈董事长 我冒昧地打扰一下 您能不能让我和你女儿单独谈一下 好好好 从今以后 别拿你点破事来打搅我 要多少钱我给你 我自当花钱买个消停 白血病虽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 但目前 韵州只有一个多月的前提下 所有的治疗 都会对佩泰的发力合理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但你要想延长自己的生存期 就必须舍弃这个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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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也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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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人用同情的眼眶 看你看我 疑惑为什么会有人甘愿过 这样的生活 为了所谓的梦想 继续追逐错读 拼命寄进这城市的小小角落 总有人用可怜的词汇 将你说我 他们要把我们的生活 写成诗歌 用尽全部的激情 抵挡成河 却把人生带进这城市的沙漠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相互去暖中 体会悲欢离合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愿意在涌赌的人海中 我愿意在相互去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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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地温暖中 我愿意在相互去暖中 我愿意在海中 我们愿意在涌赌的人海中 想互去暖中 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